演唱功告 今天我們要拍什麼... 我們不是昨天有票選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開箱 就會不定死的在IG上面 用一個票選讓大家去 去決定我們接下來的一些 開箱拍影片的方向 記得追蹤我們IG 那我們是票選什麼 兩個 R18的嘛 然後還有一個是ATAT 那是最新的LEGOATAT 結果票選 結果 你比較想要哪一個 我自己 自己當然是R18啊 就是我收了那麼多 但是要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結果 他是四角獸 四角獸 就是我們ATAT啦 哎呦 ATAT 哇 哇 哇 就是這個 哇 又是LEGO 我們好久沒開LEGO了 這個齁 就不得不說我們志哥 再一次展現他的萬能 好不好 聽說這個 很難 很難可以拿到啦 沒錯 今天我們要開箱LEGO推出的 就是Star Wars這系列裡面的 非常有名的載具 ATAT 那他編號是 75313 5碼 然後18加 喔18加 對5碼18加 OK 就18歲以上才可以做喔 所以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這種 角色是全裸的 再來他的片數啊 也來到了6785片 那整體的外盒啊 星際大戰的風格 就是這種黑底 價格也非常貴喔 我記得現在網路上價格是 25999 OK我們稍微查了一下他的所有資料 OK 這太厲害了 他這一款啊 叫ATAT嘛 正式中文名稱叫 全地域型裝甲載具 OK那我相信 星戰迷對他應該不陌生啦 就是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四角獸的部分 那這一組厲害在於就是 他算是最高比例的ATAT 因為 我之前也有收過其他版本 那等到我們組裝完 我再拿我舊的版本來跟 這一款新的來做比較 哇你看 他外盒的背面 他就是 這一次他有這種 內構的半撲 我之前那個路客 也不是拿這個繩子耶 他就是軟繩 我之前是拿一個 鞭子 就是固定形狀的 他會說他可以載 40個人 所以他裡面有附40個人嗎 沒有啦 喔我想說他要附到40個人才對啊 開了2萬6就沒 如果不開我們現在賣 是不是還可以漲個2千塊 反正你也不會賣 哇 你看盒底還有這個耶 還有這個ATAT的腳底 這底部是用這個翻拍 正面側面 然後還有頭頂你看 對他每個位置都是有 他包裝都有巧思的耶 好開起來 這ATAT的駕駛艙嗎 裡面的感覺 哇你看他的盒子耶 好漂亮喔 他是用這樣去設計的 就一樣也是分四個單位 對喔 每一個區域他都會 註明這一個盒組裡面是什麼部件 在盒子上面他有註明做這種 就也是星戰裡面的這種 pattern 有沒有那種光的感覺 那再來啊 他的這個盒繪啊 剛剛我們講的 他編號不一樣 所以他每一個地方 都是代表不同的結構 第一個單元先做基礎結構 然後第二個就是腳 他就先完成底部 然後再去建構上面的這個 載具的空間 有沒有 所以他每一個盒組 外面都會註明 不同的圖案 不同的圖案 那基本上他裡面的配件 就是在這四盒裡面 那我們待會 直接 開始組起來 然後再看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GO OK 他分成四個組合 想當然了他的說明書 也是分成四本 那第一本 我們就是跟外盒一樣 就是我們先組核心的部分 他的底盤結構的部分 然後說明書打開裡面 誒 就是整個 這個星戰的內容的介紹 然後再來這裡 這裡就是 我蠻喜歡這種剖面圖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本 一個星戰的書裡面就會有介紹這些 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在50年前就做出來了 這個如果真的跟外星人沒有關係 你信嗎 再來後面就是 一些 就是 步驟介紹 這個版本 好像他有分年紀 好像18歲以上的 他的步驟會比較少 會沒有像以前 就是一步一步那麼多 他可能會有一些零件 他就直接 跟你講到哪些零件 然後他步驟會比較跳 就是你要自己去看圖 就是你要自己去看圖 所以我們待會就 邊組邊看 是不是有這些差異化 那我們直接組起來啦 GO 我會不會有的 我會有的 我可以看見 你怎麼會不會 你怎麼會不會 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花蠻多時間的 然後 那第一盒基本上就是 這個它身體中間核心的地方 就是底盤 加上它的那個大腿的部分 那其實在這一盒就有一些蠻有趣的機構 它就是有一個 可以讓我們組出一個這種 有點像那種板手 那種螺絲旗子的感覺 再來後面這邊背蓋 它也附了一個這個 心戰的這種印刷磚 有這種心戰圖騰的印刷磚 蓋在後面 然後前面 就是這種車輛傳動軸的這種結構 然後在腿骨這邊裡面有一個 隱藏的十字的造型 跟這個結構可以剛好吻合 然後就可以插進去 它都可以讓你在任何角度 因為我剛剛講這個傳動軸 所以稍微低也可以 就這樣去調 它裡面只有齒輪機構 這個是大腿的上端 就是有點骨盆那個地方 跟機體的結構這邊銜接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機構 然後到時候在膝蓋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機構 這樣我們還要多久才可以做完呢 這個比原先想像中的還麻煩 裡面還蠻多零件要去拼的 比較好的就是 因為它用了很多這種彩色磚 我們都知道垃膏它會運用很多 尤其是正版垃膏 它會運用很多這種彩色磚 去搭建出那個距離跟位置 讓玩家在拼的時候還蠻順手的 OK 再來就第二盒 OK 你看 第二盒就是小腿跟腳掌的部分 好不好 我們把第二盒完成 然後繼續做下去 GO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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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步驟全部做完了 我發現還剩了一堆這個 結果它是 在前面的步驟 它在這一層的時候就要塞了 你少了一層喔 你整整少了一層 就在這裡 在這裡面 哇靠 你也看不出來吧 算了啦 裝啦 靠我真的是 它是18歲以上在做 真的不是蓋的 我跟你講我現在年紀差不多不到18 就17歲的智商 我全部要拆掉欸 還好還好是這個步驟 反過來都可以放上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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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哦 對 兩公司 他的小腿都完成 小腿跟腳掌 那他基本上可以站起來 現在這樣的高度就已經 40公分有了吧 其實我們在第二個盒組 花了差不多6個小時 加起來差不多快10小時囉 這一隻沒有那麼簡單處理 你看這10個小時 我一整天 都還沒休息 其實到現在這樣 整個重量感已經非常夠了 小腿 你看他小腿 跟腳踝這邊連接 腳踝是直接齒輪 所以小腿當小腿的位置 稍微變動的時候 他的腳踝就會自動去變位置 有沒有 稍微扭曲了 有沒有 其實在第一個盒組 就比較枯燥乏味 因為其實他就是 同一個模組 然後做4次 這個過程就是好像工廠一樣 做4份 第三盒 就是內購 那就來看看他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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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 was more than a feeling From the floor to the ceiling I wish I knew how to tell you That I need someone to believe in Cause it hurts whenever I start Is there another way? But it hurts even though I'm gone You gotta let me know It hurts whenever I start Is there another way? But it hurts even though I'm gone You gotta let me know I'm screaming I'll go I'm going to see you 好 剛剛我們在前面裝的時候啊 發現它的脖子一節一節它是用那種輪框 可能是那種摩托車輪框的結構然後去套出來 然後就露出那種好像脖子骨骼的感覺 然後你看裡面還有用一些這種好像那種脖子那種筋啊 去代表這種線條的感覺 然後會連動 喔 好酷喔 It hurts whenever I start Is there another way? But it hurts even though I'm gone I'm good You gotta let me know It hurts whenever I start Is there another way? It hurts even though I'm gone You gotta let me know I'm screaming out 哇!你看!整個都完成了耶!你看這個!這個造型這樣! Action! OK!完成! 現在完成第三箱 然後其實它這裡第三箱就是表現整個內構 那我可以看到它裡面做出一個 好像這邊有一個大廳 然後這上面是座椅 然後一開始我想說它怎麼會放這個 這個叫做螢光綠的這個零件 然後通常會放那種螢光綠啊 就是那種要降低摩擦力 就是可能是要讓它比較滑的那種設計 結果它這樣兩排完成以後我就發現 原來它是模擬燈啊 就是那個駕駛艙裡面那種燈的感覺 那種亮的螢光綠色 然後再來這邊有這種 好像引擎啊或是這種 燃料槽的這種設計在這個 後面這邊 重量已經非常重了 然後非常巨大 有沒有 最後一箱 第四箱 那第四箱 基本上就是剩下外殼 然後跟頭部了 OK!那我們就 最後把它完成吧 撐下去 撐下去 3箱 1箱 2箱 3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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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箱 3箱 3箱 5箱 4箱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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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機關可以讓你 這個是手動的啦 就是稍微這樣 有前後前後發射的感覺 兩側這邊有粒子泡 那其實外殼這些都是附上去的 所以這個拆解還蠻簡單的 然後這裡就是駕駛艙 然後其實它前面這邊有一個 監視器是用這種透明紅的磚 我覺得它裡面如果在塗那種 金屬銀的話 它透明紅的效果就會更好 然後這邊都可以打開有沒有 然後這邊上面其實都可以看到 有那種觀景窗的感覺 然後裡面這邊還有附三個 不同的有肉連的指揮官 然後這裡有兩位駕駛兵 然後我們讓它抓在它的駕駛位置 其實玩樂高最好玩就是玩這些小人 OK 剛剛前面我們在做 頸部的時候就有講到 它其實是運用了輪胎的輪框 去做出它這種很像骨骼的感覺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個小機關 它藏在這裡 因為這整支ATAT 它沒有任何電動的功能 所以都是手動的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齒輪 你可以去轉 轉都會連動它的頸部裡面有兩條 就是拉扯 它會去算它的 算是什麼 它的基劍 它去拉扯它的頸部 去做一個左右搖晃 電影的時候 星戰它這個 ATAT在走路的時候 它其實移動速度很慢 然後走路的時候 它就配合它頭上這邊 也可以 開始 發射Fossil 它的雷射炮 再來在說明書上面 它就有特別指示就是 你的抱這一支的方法 不是這樣投尾抱 也不是抓前後 也不是抓 根本是抓腳 才能直接符合重它的這個地方 它的 鎵部核心這邊 這樣拿起來就很好移動 身軀這邊的所有的殼 就只是掛上去而已 所以其實這樣拿起來 就可以整個 很簡單的有沒有 它其實只是點靠的而已 它也是一個點 它就是運用這裡去做依靠而已 所以非常簡單 所以你要展示它的骨架的時候 有沒有像我們買這個這麼帥 就是有朋友來就展示給他看的時候 非常方便 然後再來內購啊 它這邊上面就是駕駛艙嘛 套組裡面就有附兩個反重力的機車 然後這邊可以放兩台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另外一邊也可以再放兩台 好那在後面這邊有做兩塊空間 它這兩塊裡面應該就是 可能是引擎之類的 它這邊有管線有沒有 裡面就有燃料桶 可是它這裡其實好像沒有設計 讓人家那麼方便打開 因為它這邊直接就是骨架 然後要串起來的 所以我剛剛是 硬開展示給大家看 可是其實它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裡面附了40個座位 那它這裡面附的雪地兵 原廠只有附5隻 所以還有剩下35個座位 我們等一下就會邀請來賓 讓這台車坐滿 OK那當然也要附一個陸客人偶 然後陸客手上拿一個繩子 因為它有一個場面 明場面就是它將其中一隻ATAT 它就是用繩索射擊上去 然後吸附住 懸空在這邊 然後用光劍 把它的肚子這邊開一個洞 然後丟炸彈進去 所以像這種很經典的小人偶一定要附 繩子可以直接垂在它的底盤 找一個洞插的就成了 就這樣 就這樣 來啦陸客來了 好那這邊還有一個雪地兵 然後它裡面有附一個這個砲塔 為什麼 它設計在這邊 因為它這邊還有做一個開窗的設計 我把它還原給大家看 它這個門 它好像在一個平面上面 然後可以直接這樣打開 有沒有看到 酷啊 這樣微調好就還蠻酷的 它其實每一個角度都可以微調 然後配合它的這個腳踝那邊 它直接是齒輪 它就符合你要的水平的位置 我從我家那個 玩具堆裡面挖出了這一隻 舊的ATAT 我一開始以為 我的這一隻ATAT 已經很大 結果跟這個新款的比起來 這什麼東西 這根本就是它的小孩嗎 記得這個應該十多年前有了 你看上面這種 鋪滿了灰塵 我覺得樂高脆軟收的就是這個 放在一般的環境 就會長這些灰塵 它側板可以開 它就開這樣 就是稍微的內構這樣 它其實ATAT這個機體的設定 在新戰電影裡面 就是它的敘述比較沒有那麼多 不像千聯音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千聯音裡面的那個 內部成色啦 或是帝國戰艦也可以比較知道裡面的內部成色 那ATAT相較之下 它就是出現在一個雪地的場景 然後經過了那種戰爭 然後有很多ATAT 然後打鬥這樣的過場畫面而已 經過這組樂高啊 它其實設計了這些內部結構 那我們可以更了解它裡面的設定 然後整個譬如說它的座位的排層啊 或是它裡面的設計 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這我覺得是樂高滿有趣的地方 中間這個脖子 你就會想說它只是脖子的功能還是什麼 或許它是不是連通到 連這個它都有設計到 從駕駛艙後面這邊有一個閘門的設定 好一直連通到後面的承載空間這邊 也有一個閘門的設定 欸我覺得這個滿有趣的 就會滿足我們這種科幻名的想像 好甚至於後面這一個人員承載的空間 它又分成樓上是座位 然後樓下可能就是準備要跳傘的空間 那這個的連通啊 它也有做一個這個連通的樓梯 雖然都只是灰色的零件 可是樂高都運用了很多種不同的磚的造型 有的是這種平面的 有的是顆粒的啦 然後甚至於也運用了一些這種棒材啦 然後去做出一些這種角度上的變化 讓單純的灰色看起來也有很豐富的這種科幻感 就模擬出這種心戰的風格 好OK以上就是今天小老師開箱跟大家分享 這個最新款樂高的AT2T 真的非常的巨大 再來就是這個版本它設計是18歲以上的版本 所以在說明書上面 其實我們來回好多次就是有那種零件啦 忘了拼啦 然後再逆向回去 再去找怎麼會剩那麼多零件 然後最後還有剩那麼多零件 我其實很擔心會不會是真的 裡面有需要的零件我們沒拼到 或者是因為有時候樂高也會多零件 可是我很少遇到多這麼多零件的 所以有點不妙 OK 那其實這一款也蠻推薦大家去收的啦 因為它就是非常經典的角色 這種小的版本以前有收 然後甚至於是之前萬代有推出過模型 組裝模型的ATAT 我有收 看到那個時候官方推出這一款商品的消息的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收 然後一定要開箱跟大家分享 以上的喬老師 極速快速 樂高分享 OK 看看喬老師開箱什麼有趣的樂高商品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喜歡我們有沒有點讚 那喬老師的極速快速樂高 好啦 下次見囉 Bye 哈哈哈哈 我就是天行者路客 我收到情報 莉亞公主被囚禁了 在這個巨大的ATAT裡面 蛤 噗噗噗噗噗 什麼 肩不可吹 欸這裡怎麼又斷了 看我厲害 噗噗噗噗噗噗噗 看我射 噗噗噗噗 嗚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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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啊